一位报恩 二位让女儿未来的路更平坦顺遂 江淮郑重道 江淮愿为南国江夏王 携妻女谢恩人提携 好 南燕染并不意外对方的选择 清禾 你们一家目前在哪 不必去林萧宗了 随我一同去云水国皇宫 我们正乘坐飞陷灵兽 刚好进入云水国赤萧城 你们在那座城的陵南楼等我 我马上等 南燕染切断了通讯 一把包住玉的腰 玉会议 搂着南燕染 瞬间降临王都林南楼 不消片刻 两人变成传送阵 抵达了赤萧城林南楼 刚和爹娘进入赤萧城林南楼的清禾 看到已经在楼中的南燕染 公主说马上倒 竟然倒得比他一家人还快 神速啊 南燕染的目光 在清禾一家人的面上掠过 随我来 他迈不往楼上走 林南楼一至三楼 售卖各种修炼资源 客人来往不断 不便交谈 几人去往顶楼哑间 清禾知道自家公主 是林南楼的名誉长老 有资格上到三楼之上的楼藏 很正常 江淮夫妇见女儿神色如常 并也极力保持淡定 免得给女儿丢脸 两人这是第一次与南燕染见面 印象不可谓不深 这位比他们女儿还小上一岁的南国五公主 不仅有着倾城之貌 显而易见 她拥有的能量也不小 推开雅间门 南燕染提步入内 随意找了个位置落座 星河三人的目光 则被窗前的奇长身影吸引 那人长身玉立 一袭看不出适合材质的 降紫色衣裳着身 背对着他们 仅仅是一个背影 并给他们强大的压迫感 令人难以忽视 坐吧 不必拘谨 文言 清禾三人惊醒 立即将目光 从窗前之人身上移开 公主 您对清禾的许多恩情 我将家墨知难忘 请受江淮一拜 说着 江淮就一撩一袍 欲败倒 苏婉柔一双膝下驱 南燕染手一扶 以灵力阻止夫妇俩的动作 将两人推着他们身后的椅子上坐下 我不喜欢这类败来败去的俗礼 为南国敬忠 为百姓谋福祉 便是对我最好的谢礼 江夏王记住这点便好 臣定当铭记于心 江淮当即立下天道誓约 此生效忠南文天和南国 永不背叛 清禾看着南燕染 谋内尊敬和崇拜交织 他不放心 公主 我们直接杀去云水国皇宫 真的没问题吗 南燕染将一个木盒 抛到了清禾旁边的桌子上 打开看看 做好心理准备 别被吓到 江淮眉眉一扬 顿时有了某种猜测 我来打开吧 英落 他抬手掀开河盖 即便有预感 真的看到时 江淮的目光 依旧狠狠地震颤了一下 秋空长老 那云尘暴体而亡 死无全尸 否则也该在这河中 清禾和苏婉柔 凑过去看了一眼 神色一紧 他们没见过秋空 只知道他是云水国唯一的凌王强者 亲眼见到了秋空身手一处 清禾彻底放下心来 公主要做什么 他只需说好即可 旁的一句话都不必多言 江夏王 依你之见 那位事先告知你 要围剿你江家的刘将军 可否为我所用 能 老刘早就对国军的治国之策 颇有威死 他心向民主 非于衷固守之人 那便好 若对方拒绝臣服南国 拼死抵抗 即便他与江淮有交情 也只能除掉 从清禾告知我南国出事到现在 过去了半个时辰 这半个时辰里 那刘将军的大军应当没走多远 我知道老刘的行军路线 这么短的时间 在捡去围剿我江家所花的时间 以吃猎马的速度 他现在应该在 王城百里外的枯叶岭 走 去堵人 异性人离开雅间 乘船送阵 到达了云水国王城 雷南楼 小兵双翅一山 南燕燃几人就到了枯叶岭 对于与南燕燃如影随形的玉 以及速度奇快无比的小兵 清禾三人心中翻江倒海 面上淡定沉默 那位刘将军刘虎 互见一只冰蓝色大鸟 载着几人从天而降 顿时大喝一声 什么人 老刘 是我 我来给你看一样东西 刘虎还没有来得及惊讶 江淮竟然没远走高飞 就见一个木盒朝自己飞来 一旁的副将吼道 将军 小心有诈 刘虎不觉得江淮会害自己 抬手接住木盒 打开一看 愣住了 那副将一一脸呆滞 秋空长老 怎么会如此 假的 一定是假的 冰冷的女声 居然响起 自欺欺人可没意思 接受现实 不止这老家伙 你们的太子 更是死得渣都不剩了 你们已经没有必要去我南国了 那里没有人会与你们理应外合 此言一出 刘虎身后的大军立即骚乱起来 太子殿下没了 刘虎面上难掩震惊 看着出现在江淮旁边的南燕燃 虎目圆瞪 你是何人 南国五公主 南燕燃 老刘 江淮传音刘虎 对他吐入清河与南燕燃之间的渊源 我相信我女儿的判断 南国国君和五公主 皆为人善不于善之人 亦是老刘你所向往的民主啊 刘虎表情沉肃 当初江家真假千金之时 闹得沸沸扬扬扬 不曾想 真千金竟和南国皇族有牵扯 南燕燃淡淡的 刘将军 我的耐心不多 没时间等你考虑太久 归顺南国 誓死抵抗 谢甲归田 三选一 云水国气数已尽 看看你们护国长老的下场 可要想清楚了再回答 所有士兵一等着刘虎做选择 他们是他的兵 他的选择就是他们的选择 不长不短的静默 刘虎缓缓吐出口气 直视着南燕燃 乘车的双眸 翻身下马 单膝跪地 拱手道 刘虎 愿归顺南国 诚如江淮所说 当今云水国君 还不至于让刘虎死忠 南国的风气 他自然也有所耳闻 与他理念契合 而他也不想脱下这一身 让他别练的甲咒 如此 那便只有归顺南国了 刘虎一表态 他身后的大军 一相随 齐声道 我等愿归顺南国 声势震天 南燕燃面色稍缓 速声道 南国 必不负诸军 刘将军 即刻掉头 随我入云水皇宫 我将领命 大军浩浩荡荡荡地回到王城 把守住城门以及城中各处 一部分将士 随南燕燃 降临云水皇宫 将在太极殿上朝的云水国君 和百官堵了个正朝 王座上 云水国君 正满面春风 畅想着负面南国 成为云州超级霸主 冷不放一颗人头 由太极殿外飞来 直直地撞入他的怀中 云水国君心脏狂跳 若不是顾及着 一国之君的威严 险些叫出声来 他一把将人头扔开 怒火冲天 是谁 这 这不是邱长老吗 邱长老怎么会 谁能杀得了邱长老啊 云水国君面色一僵 猛地望向地上的人头 看清脸后 顿时眼前一黑 背脊发凉 秋空 不是跟臣儿在南国皇宫吗 这是怎么回事 群臣皆惊慌失措之际 归姿燕衣的紫衣少女 徐徐步入大殿 一同想起的 还有少女幽冷中 透着思思磨眉的声音 云水国君 不知这个礼物 你喜不喜欢 云水国君气得心口疼 怒吓 来人 快来人 将这 一名老者匆匆闯入殿中 语气慌张到了极点 不好了 国君 太子殿下和秋空长老的 浑灯熄灭了 来人负责在宫庙内 看守皇族及护国长老的浑灯 他没想到 自己只是打了个盹 再睁眼 竟会看到那个让自己甘叹俱颤的一幕 你说什么 太子爷 云水国君身子晃了晃 眼底写满了不可置信 云水国君既如此不舍 不如下去与他们作伴 大胆 一众朝臣满脸怒容 正于怒斥南燕燃 喉咙却像是被什么卡住了 愣是发不出一个字音 甚至无法动弹 云水国君英智的目光落在南燕燃的身上 似于将他碎尸万段 贱人 是你杀了朕的皇儿 你究竟是谁 南燕燃冷笑一声 将两颗药丸弹入了云水国君口中 一颗千疮百孔丸 一颗万以世心丸 不知你的孽子 回本公主家园 你以为你能活 药效发作 云水国君痛苦倒地 犀利哀嚎 万以世心之痒 使他不住地在身上抓脑 抠下一块块血肉 这恐怖的惨状 看得一众朝臣毛骨悚然 江淮进入殿中 见状眼神有些复杂 他摇了摇头 吐出了四个字 久有自取 南燕燃身旁 隐去身形的玉 撤去了控制朝臣们的威压 南燕燃扫了一眼殿中诛人 想不你们国君后臣 尽可对本公主不敬 本公主向来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招惹了南国 那你们云水国 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少女话音一落 刘虎带兵将百官团团包围 百官怎么也没想到 如往常那般来上朝 竟会见证历史 变天了 南燕燃诞生 世子不愿归顺南国者 站出来 刘将军会送你上路 自是不可能 一个死中之臣都没有 再烂的王朝 也有人愿意以命相随 也不是每个手握兵权之人 都会选择投诚 不愿投诚也不肯上交兵权者 那便只能采取非常手段夺权 处理完云水国皇族 遣散宫中飞平之后 这云水国皇宫 也就成了南国的一处行宫 南燕燃将其命名为 水云行宫 并下令封闭行宫 除江夏王定期安排人 进去扫洒之外 任何人无止不得入内 至于原先在水云行宫 做事的工人 南燕燃考虑到 自家皇宫的工人 皆已殉命 宫中无人做事 再找杏仁也麻烦 对方明明没有刻意施压 却自有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使得他呼吸都不敢重一点 楼主拍了拍胸口 长舒口气 若不是没见过 在灵南楼的幕后之主 还真以为是主上驾领了 南国 南燕燃和玉的身影 自王都灵南楼的 遗处传送阵上闪现而出 临近最终目的地 南燕燃心中的不安和担忧 攀升到了极点 看守传送阵的人 尚未来得及反应 玉便揽住南燕燃的腰 乘风而起 下一瞬 两人出现在南国皇宫镇大门之外 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眼前所见 令南燕燃瞬间双目赤红 宫门城墙上 悬挂着四具血淋淋的尸身 而四具尸身后方的城楼上 几个非南国士兵着装的男人 皆一脸贱兮兮地笑着 手指着尸身指指点点 似乎在平头论足 城楼下 远古兰国郑国元帅 现南国王都护城军统领 崔哲正领着一队清兵 凶悍地攻击着城门 欲冲进去灭了那些入侵者 但他们的攻击尚未落到宫门上 便被笼罩着整个皇宫的结界弹开 结界反弹的力量 将崔哲与士兵们狠狠地震飞 南燕燃的眼中目痛与狠力交织 千金魔藤 风化出无数的藤腕 接住崔哲他们 让他们平稳落地 崔哲猛然回头 看到南燕燃顿时急到 五公主 南燕燃哪里顾得上与崔哲说什么 飞升而上 同一时间 欲拂袖一挥 一道恐怖至极的雷霆 轰击在笼罩着皇宫的透明结界上 欲身居光暗雷三系天赋 光暗两系在九州这些年 不曾与人前展露过 南燕燃姐弟除外 因此这片大陆认识欲的人 皆以为他只是雷系灵修 姐姐剧烈晃动了两下 如潮水般退去 消散无踪 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城楼上的几个男人大惊失色 这结界可是驻太子殿下 血洗南国皇宫的强者之一 布下的呀 那个看不清面容的男人 竟一击就给轰没了 几个男人冷汗沉沉 转身想跑 然而一股威亚灯头袭来 他们砰的跪地 浑身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 偏偏连惨叫都发不出 没了结界阻挡 南燕染一剑砍断了 吊在四具尸身脖梗上的锁链 千金魔藤 早已编织出四块藤腕软垫 软垫温柔地裹住尸身 与南燕染一同落在城楼上 南燕染蹲下身 看着软垫上早已没了生命气息的死人 颤身换道 沐长老 云长 花莹 千罗 南燕染整颗心 像是被放在烈火上炙烤 疼痛欲炼 这四人 目光是南国的护国长老 云长三人 是他娘亲的忠诚下属 是为他而守护南国 四条原本鲜活的生命 而如今却了不生气地躺在这里 还不如让这些有经验地过去当差 南燕染征询了这些工人意见之后 愿意去南国皇宫当差的 由江淮安排人送过去 不愿地就给避遣三妃走人 江淮和刘虎一文一武 共治云水地界 守护此方百姓安宁 事情稍稍告一段落 南燕染终于得意喘口气 不过 他的心神始终处于紧绷状态 一是忧心不知身在何处 伤势如何的南文天和秋云 二是记挂着万古堵那边的情况 南燕染没有跟亲和一家人 去原来的左相府 现在的江夏王府歇息 而是取出了传讯时 联系去往万毒谷的外祖父和师兄他们 另一边 奉军未免他们 从传送阵到达了白地城后 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万毒谷 映入一行人眼底的 是一片触目尽兴的残烈景象 此时的万毒谷 不复往日庄重繁华 取而代之的是 尸山血海 断枝碎肉 断壁残垣 遍地狼藉 痛苦的身影与哀气交织 这宛如末日般的场面 令人见之 闻之 不无心间震颤 显而易见 万毒谷刚经历了一场 力量巡术的惨烈大战 楚天晴一行人 眼睛刺痛 呼吸艰难 水四摇目自欲裂 心脏像是被一块巨石 反复地碾磨 痛得快要炸开 察觉到有人进入万毒谷 在大战中活下来的万毒谷弟子 如同惊弓之鸟般喝道 谁 他们纷纷拿起武器 难道 内心无耻的强盗又折毁了 是我 水四摇身形一闪 出现在弟子们的跟前 颤声道 外公 谷主呢 谷主他怎么样了 看到水四摇 弟子们眼眶顿时蓄满了热泪 惨然唤倒 毒气 热泪滚落 他们面色沉痛 谷主 谷主他 水四摇眼前一黑 身子晃了晃 本就煞白的面色瞬间惨白 外公他 没了 他的声音听得像是风一样 一吹变得散掉 见水四摇误会了 弟子们立即摇头 哽咽道 不是 谷主他还活着 但是 水四摇这会儿 可以说是整个人都被放在油锅里煎炸 死去活来 谷主在哪 带我去见他 看弟子们的表情 外公遂还活着 情况定然很糟糕 谷主在万毒林 被一座阵法保护着 水四摇立刻往万毒林的方向奔去 楚天青 凤军等人 则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了疗伤丹药 与谷中医师一起为受伤弟子治伤 清理残局 询问过后 他们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半夜时分 十位强者降临万毒谷 四位灵皇 六位灵王 而万毒谷最高占领 谷主玄冥 秀为卡在了九间灵王境 巅峰十多年 虽无限接近灵皇境 却始终没能冲破那最后一道关卡 这半敌我秀为境界悬殊之下 万毒谷死伤惨重 且对方有位灵皇 还是镇刀高手 扣了护骨大镇 最终 毒圣被掳走 谷主身受重伤 命悬一线 三位祭祀五位长老战死 谷中弟子和万毒林内的毒物 折损过半 对方六位灵王 竞数殉命 四位灵皇 皆有不同程度的伤势 他们皆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即便死了 尸身也能立刻自然 只剩灰烬 叫人无从查询他们的身份 听完 楚天青眉头一拧 嗯 那些人是冲着毒圣来的 那只五毒兽 自万毒谷开创以来便存在 而今已是成年期圣兽 且是圣兽巅峰期 去晋级神兽只有一步之遥 灵兽妖兽的境界等级 为一至九阶 九阶之上 便是圣兽 神兽 超神兽 主宰及神兽 每个大境界 又分初期中期后期 巅峰这四个小境界 作为万毒谷守护圣兽 独圣只为万毒谷存在 自然不会和任何人契约 未被契约 实力也就不受主人实力限制 能全力发挥 要拿下一只成年巅峰器的圣兽 至少要有灵尊敬的修为 看出了楚天青等人的疑惑 以为受伤弟子难过道 对方那位灵黄精镇道高手 不知用了什么阵法 把毒生困住并制服了 镇道高手 楚天青目光沉沉 要说这九州 所有镇法实行中的圣地 莫过于中州顶级势力之一 万镇宗 楚天青双全不自觉地握紧 对那弟子道 可否带我看看困住独圣的地方 那弟子尽管不解 还是点了点头 说来也巧 那地方正是当初楚天青南烟染 水四咬风蓝四人 被随机传送阵传来万都谷 掉落的寄天台上 楚天青沿着寄天台 细细查探 片刻后 楚天青身体一僵 眸底荡起波澜 他感觉到了一丝 极细微的阵法 残留下来的气息 楚天青咬牙 一字一顿 求天阵 他的阵道启蒙人 宗师级阵法师 万镇宗太上长老 年灯独创的秋天阵 竟出现在这里 这说明什么不言而喻 万都谷子次大难 竟与万镇宗脱不开干系 楚天青眼角星红 耳盼响起阿娘临死前的哀气 一二 仔细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师娘瞎了眼 看错了人 亲手喂大了这只狼 害死了你外族父 让万镇宗 落到了那个情手手中 娘对不起你呀 娘只愿你好好活着 平安喜乐 顺遂无忧 天青 一只骨尖分明的手 搭上了楚天青 紧绷的肩头 楚天青转过身 对上未免 隐含担忧的眼神 闭了闭眼 压下翻滚沸腾的心绪 他摇了摇头 四十九 我没事 听着楚天青低哑的声音 未免眉头 急不可见地皱了一下 出口的话却是 谁问你又没有事了 你在这儿可有发现什么 楚天青争了一下 也不知是松了口气 还是更憋闷 确实有发现 他尽量以平静的语气 将自己的发现道出 万镇宗 未免眸内划过一抹 意味不明的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先认万镇宗宗主 好像是叫楚顶天 姓楚顶天 天青 楚天青没注意到 未免的若有所思 继续道 之前就个女人 来打过独生的主意 那个师妹娘间的 仙月宫的叛徒 我觉得事情 不会是这么简单 万镇宗 师妹的爹娘 背后又有着 怎样的连接 那个女人 当真只是 万镇宗的死尸吗 不管背后 还有什么内情 目前我们至少 不是毫无头绪的 发现了万镇宗 那边有了突破口 先去万毒林 看看谷主吧 保护他的那个阵法 有些麻烦 谁也破不开 话落 未免飞往了万毒林 除天青连忙跟上 他心中疑惑 户骨大阵都被破了 还有什么阵法 是他曾经的阵道导师 如今的陌路人 年灯 破不了的 万毒林 据入口五百米远之处 赫然有着一座 金光药木的阵法 阵法笼罩的地面 显现出诡异繁复的 古老图腾 人世不醒的谷主 正躺在古老图腾中间 自图腾上折射出的金光 将所有人阻隔在外 无法靠近谷主 看到谷主 水思要惹 那已久的泪水 多筐而出 外公 他通红的双眸 倒映出谷主此时的模样 末发散乱 全身浴血 甚至看不出 衣服原来的颜色 没有双臂 双腿膝盖以下是空的 若不是谷主胸膛 还有微弱的起伏 怕是没有人会觉得 他还活着 一旁守在此处的弟子们 拦住欲望金光中 冲去的水思摇 不尽 不可 接着 他用自己的配件 探入金光 剑身一触即金光 瞬间溶解于无形 水思要心痛至极 再见面 外公竟已不是胡伦人了 这阵法是怎么回事 若不赶紧把外公弄出来医治 他显然挺不了多久 除了断肢处的伤 体内经脉骨骼 肯定伤得更严重 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阵法 谷主将杀前套的强盗 引入万毒林 和林中毒物一同对付他们 直至手脚皆被对方消去 彻底撑不住倒架 在他们正要杀了谷主的千军一发之际 徐晨峰 徐晓晓兄妹 献祭四身 发动了这个阵法 护住了谷主 对方奈何不得这个阵法 只好放弃 带着独生离开 水思摇听得惊心动魄 不敢想象那一刻的画面 他记得徐晨峰兄妹 兄妹俩被沐絮阳夫妇 和叶青红折磨的三魂七魄 只剩一魄 人皆有秘密 水思摇不知徐晨峰兄妹 是如何掌握的这等古怪强悍的阵法 他们对他外公的舍命相护 他会铭记于心 要如何破阵 水思摇急得不行 忽然想到楚天青擅长阵法 断时转身准备去寻人 恰好一红一白两道身影踏风而来 正是未免和楚天青 楚公子 水思摇立即将情况告知 楚天青速声道 我尽力一事 他绕着阵法缓步慢行 双目如炬 仔细观摸着 这阵法图腾 这耀目金光 他在书上见过 楚天青忽须略微急促 掌心印出了些许的细汗 他不会记错的 这是 金刚阵 金刚阵是一种已经失传的上古阵法 学起来并不难 只是现今掌握步阵和破阵之法的人 屈指可数 此阵的防御力之所以如此强悍 灵魂闯进去也能顺杀 那是因为需要布阵者献祭神魂 三日后阵法会自动失效 徐成风兄妹俩只剩一破 因此阵法成形太小 只够护住谷主一人 不然阵法的范围会更大 楚天青目光有些失神 我曾看过的记录金刚阵的古籍 为年灯所有 破阵并不难 年灯不可能不会 他为何放过了谷主呢 尽管金刚阵三日后会自动失效 但谷主显然坚持不到内患 楚天青收敛星神 着手破阵 那位他曾经最敬重的恩使 不过也是曾经罢了 在他选择站在那个 复兴伯姓的情兽那边时 他们便恩断义绝 从此背道而驰 现在他还将师妹在乎的万毒谷 毁成这样 手染众多谷中弟子的鲜血 卢走独胜 不管他为何装作破不了的金刚阵 放谷主一马 再见面 他们便是不死不休的敌人 一刻钟后 金刚阵破 一旁待命的老医师立即上前给谷主处理伤势 谁似咬一掌眼纯 无声落泪 老医师语气沉重 谷主死之断口处的伤 并不是最严重的 体内进半经脉骨骼 破碎断裂才最棘手 丹田虽完好 众人明白老医师的未经之语 这种情况下 即使丹田未受损 也与废人无异 丹田储存灵气 再将之炼化为灵力 而无论是吸收灵气 还是使用灵力 一来一去 皆得通过经脉 经脉断了 等于修炼之徒也断了 不对 我想起来了 有人能将断裂的经脉续上 不知你们听说过没 有一位名声搭造的仙医 曾于宁南楼 拍卖续买单和雇买单 这两样单药正是谷主当前所需 水自咬一争 魏缅和楚天卿相识一眼 仙医不就是冉冉吗 三人松了口气 老医师振奋过后 目光重新黯然 不知猴年马月 才能等到仙医 再次拍卖那两样单药 即便等到了 又能否竞争得过 其他竞拍者呢 唉 可惜没有 能让短支再生之药 水自咬取出传讯时 与联系南嫣然 忽然动作一顿 冉冉的南国 此刻情形定然也很不好 否则不会无暇联系他们这边 水自咬敏了敏唇 对魏缅和楚天卿道 还是等冉冉先联系我们吧 她当然迫切想让外公恢复 但冉冉 亦有自己的至亲要守护 魏缅二人汗手 很是担心自家师妹的情况 但又担心贸然联系会打扰她 皮皮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这儿 开口说 我这虽然没有什么续买单和顾买单 却有一颗尊主前世炼制的生机玉骨丸 她取出一只小药瓶 抛给了老义士 生机玉骨丸可助她断枝再生 断骨快速愈合 给她服下吧 老义士瞳孔地震 握着小药瓶的手抖个不停 我没听错吧 生机玉骨丸 这丹药的丹方可是失传了千年啊 见老义士呆滞 水四瑶索性自己为谷主服下了生机玉骨丸 他相信冉冉的这个护法不会骗人 接下来 除了皮皮之外 众人见证了神奇的一幕 只见谷主的四肢断口处 生长出血肉组织 不一会儿 谷主失去了双柄和小腿 便再度归来 且与原先无异 天哪 老义士惊呼连连 他连忙检查谷主体内的断骨情况 结果自然是令他惊喜万分的 那些断骨也愈合了 老义士的目光 顿时如探照灯一样 黏在了皮皮的身上 激动到 小伙子 可否告知老朽 皮皮当然知道老义士要问什么了 眨了眨眼 身影如一只金蝶般远去 唉 这小伙子 老义士满脸疑惑 接下来 弟子们小心翼翼地将谷主送回他的请殿 水四摇守在一旁 凤军他们帮着未受伤的弟子们 清点并安置死亡弟子的遗体 接到南燕染联系的时候 凤军刚好安置完最后一具遗体 他担忧极了 任宝你没事吧 你那边 万祖父我没事 您跟我说说万都谷的情况吧 唉 叹了口气 凤军将此间的情形如实相告 南燕染听得险些将船训尸给捏碎了 南国和万都谷在同一晚出事 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 他不幸在这两地肆意杀戮之人没有任何关系 南燕染心中一斗丛生 南宇荣连清和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 又怎会知晓我与万都谷有密切联系 万都谷遭难 定然与南宇荣无关 莫非基于独胜五毒株的 是那云尘口中的狼君 南燕染压下心许 沉声道 外祖父 我即刻动身去万都谷 兰宝 你还没说你父皇和南国如何了 真的走得开吗 我这边事情基本平息 到万都谷后再跟你们说 切断联系后不多时 南燕染和玉就抵达白地成林南楼 玉再揽着南燕染一个瞬移 两人便已身处万都谷 云层间 一艘飞往中州的飞船上 或坐或站着一行十余人 他们接着黑斗篷 戴面具 其中一身形魁梧的人 朗朗出声 此行未能成功抓到 那南国国君 回去后该如何交代 任务失败 回去之后如何交代 魁梧大汉此言溢出 非洲上的气氛 瞬间冷凝 少请 悠悠的女声响起 还能怎么办 自行领罚呗 谷主这就说笑了 你可是圣女跟前的红人 谁受罚也轮不到您呢 就是 而且那南国国主 是我们少宗主点名要的 又不是圣女要的 对鬼主你来说 算不得是你的任务啊 鬼主又没说错 是戳你们废管子了吗 万镇宗的人这么能杠吗 我们也没说错啊 什么叫杠啊 林一谷的人 讲点道理好吗 对话透露出的信息很明显 这非洲上的十人 分属于两个势力阵营 那被称为鬼主的女子 獠牙面具下 烟红的唇勾勒勾 性谷内华过一丝冷意 别看林一谷的人好似为他说话 他又怎会不知 这非洲上的人都不服他 因为他秀为与他们相差甚远 却是此行的领头人 能随意指挥调动他们 鬼主心中冷吃 这指挥调动你们算什么 就连高高在上的林一谷谷主 千金兼圣女 也得乖乖听本主的话 他垂眸看向自己 重新长出来的左臂 浓烈的恨意在牟底翻滚 想到什么 那恨意进而转为了快意 鬼主回首 妄想早已看不见 那南国所在的方向 面具下的艳丽面容上 满是胜利者的笑意 南亚然 你一定没想到 我南羽蓉会给你 送这么一份大礼吧 可惜你不在 不然真想看看 你会做何表情 不错 这鬼主正是南国二公主 南羽蓉 想起昨夜的尽情杀戮 南羽蓉享受得眯了眯眼 我的好妩媚 谁让你当初不肯 乖乖当和尚的卢顶 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反杀了对方 这也就罢了 你为何不顾你姐妹之情 非得揭露我跟河山的事情 导致我在云州学院 身败名利 不得不出逃 不过 若是你当初手下留情 我又怎会有如今的给予 想起自己从云州学院逃走以后 至今不到一年时间的经历 南羽蓉仍觉得不可思议极了 当初她被何欢宗的贱人抓到 送去给鬼老享用 本以为会坠入地狱 怎料 绝处逢生 她的鬼煞之体 竟被鬼老的鬼气击发 吸取了鬼老的修为 将对方活活榨干 而后 她拿上鬼老的招魂帆等宝贝 通过她的传送轴 去到了一个奇鬼之地 鬼境 鬼境类似于小世界秘境 那里简直是鬼修的天堂 大陆上因各种原因死后 未能进入轮回的鬼魂 都聚集在鬼境 很多怕被正道修士抓到 不敢攫取活人魂 破用于精进修为的鬼修 便朝鬼境中的鬼魂下手 南羽蓉自然也不例外 她是鬼煞之体 在鬼境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无需刻意吸收 那些鬼修所需的 阴气 死气 怨气 煞气等 皆自动自发地涌入她体内 但让南羽蓉惊喜的 还不止于此 三个月前 她在鬼境遇到了一个 谁也看不到的魂体 那魂体见她能看到自己 激动得简直要哭了 倘若魂体有泪的话 南羽蓉不知道是否 因为自己是鬼煞之体 所以才看得到这个魂体 对方的身份 着实震惊到了她 这个八岁女孩的魂体 竟然是九州之首 中州的顶级势力 林一谷的大小姐叶星儿 更让南羽蓉震惊的是 这叶星儿说她没死 而是在八年前 遇袭重伤 鬼魂不稳之际 被不知打哪儿来的 女子魂魄给占据了肉身 将她的魂魄挤出了肉身 叶星儿无论如何 都回不去自己肉身 没人看得到她 听得到她说话 她眼睁睁地看着 那个救战雀巢的女人 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 尤为让叶星儿 欺吐血的事 那女人借着重伤的由头 说自己失忆了 完美结果 没有她这个本尊记忆 只以令人生意之处 并且改名为叶欢颜 说是前尘寄望 那就做全新的自己 然后没多久 叶星儿就发现 自己忽然出现在了鬼境 她完全不知道 该如何离开 南羽蓉遇到她时 她已经在鬼境待了八年 虽然叶星儿 一直保持着 魂魄离体时的八岁模样 实则已经十六岁了 叶星儿求南羽蓉 帮她回归灵遗谷 揭露夺赦她的叶欢颜 发誓事成之后 定有重谢 而且还吐露出 灵遗谷有一颗能让南羽蓉 断臂再生的丹药 怕南羽蓉不信 叶星儿将那颗丹药 本属于药王殿 不知怎么地落到了 灵遗谷之事说出来 南羽蓉可谓是 振奋到了极点 不管灵遗谷 有无可让她断臂再生的丹药 只冲着叶星儿的身份 她都会死死地抓牢的 南羽蓉离开鬼境 在中州一打听 灵遗谷大小姐叶欢颜的方明 果真极少有人不知 此女才貌双绝 名列中州方华榜榜首 凭借着自身超凡的医术 而非谷主千金的身份 当选灵遗谷圣女 除医术外 叶欢颜的修炼天赋 亦很不俗 在同辈中堪称为翘楚 南羽蓉仔细思虑一番后 觉得帮叶星儿 重新做回灵遗谷大小姐 得到的好处 不如直接用叶星儿 威胁叶欢颜来得多 她看得出来 叶星儿也是个刁蛮大小姐 只是有求于她 才暂时放低了姿态 即便帮了这个大忙 事后叶星儿也绝不允许自己 一直向她索取好处 只会给笔报酬 再把她给打发走 这还是好点的情况 也有可能 叶星儿得失后 容不下自己这个 见过她落魄之字的人 派人抹杀她呢 这一合计 南羽蓉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选择控制住叶星儿 用她来威胁叶欢颜 叶欢颜这个大把柄 被她攥着 就得一直受她撤肘 满足她的各种需求 南羽蓉也不怕叶欢颜 将自己灭口 富贵险中求 她又岂会不做万全准备 只要叶欢颜不怕自己冒牌或身份暴露 就尽管对她下手 与叶欢颜对线之后 南羽蓉得到的第一个好处 便是叶星儿口中 助她断臂再生的丹药 浮下了丹药后 她缺失的作弊 果真长了出来 第二个好处 便是成为林一谷的客亲长老 南羽蓉不想暴露身份 让人知道自己来自九州之末的云州 一直以面具遮面 林一谷无人见过她的真容 当上了客亲长老后 南羽蓉便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她并未一上来 就让叶欢颜派人 帮她血洗南国皇宫 以免叶欢颜查到自己的身份 而是询问自己在鬼镜收的几个手下 可有仇家 南羽蓉将手下的仇家名单列出 确保以林一谷的势力能对付 依次报给叶欢颜 叶欢颜派人解决一个后 她再接着叙赏 如此既让手下对她感激涕零 又让叶欢颜查无可查 一举两得 叶欢颜只会觉得 她的仇家怎么这么多 索性放弃通过探查 那些仇家的背景 进而查出她的真实身份 之后 当南羽蓉要求叶欢颜派人 对付南国时 后者自然没有多余的想法 从思绪中抽离的南羽蓉撇了撇嘴 不 这叶欢颜也不是没有想法 这位傲气无比的少女 应当做梦都想把我南羽蓉杀了吧 毕竟一直被迫替我办事 南羽蓉转眸 看向非洲上几个万振宗之人 眼中划过一抹深思 林一谷谷主夫人 与万振宗宗主夫人是亲姐妹 两方势力交好 同气廉知 南羽蓉不明白的是 林一谷的人对付南国 原因在我 是我让叶欢颜只派的人受 万振宗对付南国 又是为了什么呢 最奇怪的是 还得留我那父皇活口 把人弄重伤昏迷后带回去 难道父皇身上 有什么是那万振宗 少宗主所图谋的吗 南羽蓉目光暗了暗 万振宗的目的非常机密 就连叶欢颜 貌似也不清楚对方的用意 叶欢颜也是考虑到 南国皇宫或许有阵法保护 而万振宗最不缺的 便是阵法师 他向万振宗 戒掉阵法师的时候 得知自己表哥万振宗 少宗主也要对付南国 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了 于是双方安排 去对付南国的人手会合 也就是他们这十人 联手作战 至于那云水国太子云晨 南羽蓉也不知道 对方是怎么搭上万振宗的 从而捡到了 捡漏南国的机会 他们当然不会陪着云晨 彻底拿下南国后再会中周 他还远没那个面子 对于南国 竟有四位凌王坐镇 南羽蓉不可谓不震惊 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南燕燃 还是我那太子皇兄 南叶岭的手臂 看来回到中周后 我得查查这位在中周学院 修行的太子皇兄了 南羽蓉舒展了一下腰身 取出传讯时 准备联系云晨 问问他那边的情况 哼 算算时间 清禾那剑壁 应该已经被灭族了吧 久久未联系到云晨 南羽蓉唇角的笑意 逐渐凝固 怎么回事 那小子敢不理会 我的传讯信号 难道是觉得天高皇帝远 我不能拿他如何 索性懒得伺候了 南羽蓉凑了凑眉 眼中浮现浓浓的不悦 但他乘坐的非洲 早已驶离了南国和云水国地界 确实不好再折回去 找那个云晨麻烦 成为灵异谷客亲长老之后 还从未有人敢让他不痛快 脾气欲发见长的南羽蓉 暗暗地给云晨寄了一笔 完全没往云晨是因为出事了 才没有接到他联系这方面想 另一艘同样飞往中周的非洲上 承载着四个受伤的黑袍面具人 以及被一张诡异的黑色丝网 罩着的独角兽 独角兽双目紧闭 呈晕死状态 瘦高黑袍人 开枪正在打坐调戏的黑袍人说道 年东大师 幸好此行有你在 否则凭我们还真拿不下这只五毒兽啊 矮胖黑袍人语气阴沉 没想到那万毒骨竟是块硬骨头 我们的人居然折损过半 就连身为灵魂的我们也 壮硕黑袍人捂着胸口声音嘶哑 被称为年灯大师的黑袍人 沉默不语 并未理会说话的三人 三人也不能 对方可是万振宗太上长老 在万振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们仨再灵一股虽然地位不俗 却还是无法同对方相较的 若非圣女亲自出马 请这位宗师级的镇法师相助 对方怎可能会同他们一道去万毒骨夺宝 矮胖黑袍人 恶狠狠地盯着黑色四网中的独角兽 咬牙切齿 得着五毒兽一看到我们 就把刚凝结出的五毒猪给收了回去 害我们不得不把他也给带走 圣女见不到五毒猪 若怪罪下来 谁说圣女会见不到五毒猪 五毒猪不就在这五毒兽体内 哼 把他扒金抽皮 开膛剖腹 还能取不出五毒猪 有道理 乖乖把五毒猪给我们不就好了 非要自寻死路 听着三人的对话 年灯面具下孤颈无波的眼里掠过一抹机窍 无耻之徒 唯一能获取五毒猪的途径 便是由那五毒兽心甘情愿显出 他若不愿 再怎么折磨他也无济于事 万毒骨 看到昔日生机勃勃的骨中 而经一片疮痍 南阎染心中的戾气直线飙伤 为何足有人要破坏别人的安定生活 无论那些破坏者和他们的主子是谁 只要我还活着 定会让猪狗不如的他们 付出惨痛的代价 看到了谷主及弟子们的伤势情况后 南阎染对凤军等人道出了南国的遭遇 楚天经一将万镇宗涉及万毒骨之难的发现说出 异性人皆不觉得只是巧合 对南国和万毒骨下手的那些渣子 应当来自相同的势力 有一点让我比较困惑 之前打毒圣的五毒株主意的叶清红 与昨晚掳走毒圣的人究竟有无关系 若有关系 叶清红何须在他娘亲的仙月宫 折服这么多年 他的主子竟然实力雄厚 按理说该如掳走毒圣一样 直接对仙月宫下狠手 强行抢夺仙皇秦 而非派叶清红去仙月宫当卧底 栩栩图谋 有关系和没关系 这两种可能都有 若是前者的话 怕不是有什么原因 对方才没对仙月宫下毒手 而是让那个女人想办法混进去到情 南燕燃轻轻点头 认同四师兄这个说法 若是没关系 只能说基于五毒株的人有两波 楚天清叹了口气 要不怎么说匹夫无罪怀必其罪呢 这世上多的是贪婪之辈 才不管宝物是否有主 反正看上了就得属于他们 万振宗吗 南燕燃眯了眯眼 既然致富独胜的求天镇 为万振宗太上长老独创 那这笔血债 自然与万振宗脱不了干系 凤君感觉事情非常不简单 那万振宗对万毒蛊下手 凤君感觉事情非常不简单 那万振宗对万毒蛊下手 是因为五毒株 抓燃宝你父皇 又是为了什么呢 中州无论哪方面 都遥遥领先其他八州 大部分人对于排在末尾的云州 完全不放在眼里 南国和万振宗 应该没有任何交集吧 不知是我那二姐 想抓走父皇 好意思对付我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那云城口中的郎君 是万振宗的谁呢 能指挥的洞灵皇 这地位绝对不低 南宇荣与那个郎君 就是什么关系 对方是为了南宇荣 才对南国下手 还是另有目的 一个个疑问在脑海盘旋 南沿染暂时也得不到答案 他连起纷乱的思绪 跟大家打了声招呼 便去灵药园采摘灵药 然后为谷主炼制 续卖单和固卖单 以及助他冲破瓶颈 静静静黄地扩张单 不少弟子在昨晚的大战中 身体有不同程度的残缺 所以生机玉骨丸 也得炼制一批 玉看着面色微白的南沿染 心疼得无以复加 安慰到 善然 我已传令月事 他会让各地灵南楼的人 寻找你父皇他们 南沿染凝视着男人 瑰丽的眼眸 像是忘记了她的心里 玉 幸得你在 玉抬手倾挂了少女挺翘的穷鼻 我的肩膀 随时得你依靠 我也会成为你的依靠 傻丫头 你早已是我的依靠 是我这颗心赖以生存 永远停留的港湾 一片世外桃源般的谷内 十二座造型精致的木屋并派而立 其中一间木屋的门 被人从里面打开 一个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头 缓步而出 老头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麻衣 白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迎面伸了个懒腰 并左右扭了两下 舒适地眯了眯眼 活落了一番身子骨后 老头哼着小犬 跟往常一样 去临田照看自己的宝贝 灵药 灵草 灵花 刚走出几步 他的目光忽然定住 来了两个客人 呵呵 稀奇呀 老头轻和一声 双手背在身后 不紧不慢地 朝自己口中的客人走去 行至近前 老头蹲下身 打量着草地上昏死的两人 那是一男一女 皆浑身染血 气息微弱 老头捋了捋胡须 忧悠悠道 咦 伤得嫩重啊 救还是不救呢 老头面露纠结 他沉樱片刻 轻叹一声 哎 罢了 就让上天决定吧 话落 老头摘下手边的一株野花 开始扯花瓣 救 不救 当只剩最后一片花瓣时 对应的刚好是 救 老头挑了挑眉 轻亮的双眸锐光乍现 天已如此 你俩浮运加深 那老夫便救上一救吧 万毒谷墓园 战死的祭祀长老 弟子皆已下葬 南延然半蹲在大祭祀的墓前 眼眶微红 这个可爱和善的老头 竟然再也捡不到了 死 太便宜遭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了 强者 变得为所欲为是吗 那些人最好祈祷自己 能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南延然身后 水思咬脸上的悲伤 逐渐被坚定所取代 似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少女清新柔和的气质 悄然染上了一抹灵力 她成长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若不想悲剧再度重演 唯有尽快强大起来 能够守护自己所珍视的一切 哪怕是 接受自己此前排斥 惧怕之物 所有肢体受损的谷中弟子 在扶了南延然的生机玉骨完后 肉身得以恢复完整 这里弥漫在谷中的低迷氛围 一扫而空 毕竟 断肢都能再生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呢 修行 修心 心气儿垮了 那才就完了 弟子们重新正做 前所未有的团结一心 南延然再为弟子们 每人发放一份吸水灵液 和聚气丹 让大家的整体实力 迈上新台阶 谷中士气空前高涨 所有人都憋着一股气 振分夺秒的提升自己 努力变强 凤军义主动的为宝贝 外孙女分忧 然宝 国不可一日无君 南国又刚将云水国 并入版图 定然事物繁夺 再寻到你父皇前 外祖父便为你守着南国 以免有拎不清之人生事 南延然动了动嘴唇 想说什么 话语却隐没于喉间 他知道外祖父的想法 寓意口户南国无忧 但他与他毕竟尚未成婚 外祖父不再辩拔 既然在 当然是要自己上阵 为他撑腰的 人宝 凤军语气紧张 生怕南延然拒绝 南延然为自家外祖父 汽了杯茶 柔声道 待谷主身体大好 尽急凌晃 外祖父便与我一同去南国吧 好 谷主在出事后的第五日醒来 他身上的伤已好了七成 想到自己失去意识前发生的事 谷主某地坐起身 他看着自己完好的双臂 目光震颤 怎么会 谷主一把掀开被子 入目的依旧是完好的双腿 不对 他的四肢明明已经 惊恶至极的谷主 有那么一瞬间 怀疑那场血清杀戮 是否只是自己的一场噩梦 但下一瞬 他的面色便沉了下来 不会有如此真实的梦 那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 谷主视线一扫 发现此处正是自己的请殿 这时脚步声响起 有人进入殿中 水四瑶每日都会来谷主 他前陪伴许久 今日一不例外 祖孙四目相对 一惊一喜 阿妖 外公 水自咬飞奔至踏前 急急的倒 外公 你醒了 快躺下别乱动 让谷主惊得不只是 突然见到在外闯荡的 外孙女 还有 阿妖 你 你接出了谷 谷主 失声惊呼 满眼不可置信 他绝对没有感觉错 外孙女身上 有不少谷的气息 水四瑶一征 并未否认 外公 我已决意修谷道 我要成为这世间 最强大的谷修 厉害的谷修 比魔修邪修 还要令人畏惧百倍 能驱使各种各样 诡异的谷虫 令人防不胜防 谁不绕道走 阿妖 你不是不邪那些 他有些说不下去 心间一臭一臭的疼 外孙女 虽未明说过 但他如何看不出来 接触和钻研部分毒物毒药 已经是他的极限 怎还能与 比毒物毒药 可怕千百倍的鼓打交道呢 外公 那是之前 我现在并不排斥他们 我既接受了传承典籍 毒蛊针基 自当好好钻研他 成为真正的毒基 且典籍又晕 毒体等级为地级和圣级者 方可触摸到骨道的真谛 我很庆幸 自己拥有圣级毒体天赋 只要能变强 合足俱之 若畏惧 那便不是人控骨 而是骨控人了 对上水撕咬 毅然决然的眼神 谷主心知 他是真的下定了决心 外孙女儿是典型的 柔绒带刚的性子 决定了的是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谷主闭了闭眼 深吸口气 外公只愿阿妖女无悔 请外公放心 我不会后悔 谷主多少察觉得到 外孙女儿为何会有此转变 阿妖 你是不是得知谷中出事 才赶回来的 谷中现在情况如何 还有外公这胳膊和腿 知道外公忧心 水撕咬未有半点隐碍 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倒出 谷主眉头紧锁 谷主眉头紧锁 然然的南国也出事了 那大祭司他们 唉 是我没用 没保护好大家 外公 您千万别这么说 那些无耻强盗的错 不该归咎到受害者头上 谷主心口顿痛 话是这么说 但他如何能不自责呢 毒生被那什么万镇宗之人掳走 以他那桀不逊的暴脾气 怕是要吃不小的苦头 水撕咬莫然 谋内流露出担忧之色 但对方只派来十人 就能将万毒谷重创致辞 短时间内 几乎不可能与之抗衡 南沿染前来探视谷主 正好听到他最后那句话 谷主不必又思过滤 当前一静养 毒生是一定要救回的 无取不行就智取 无论如何都得一事 待此间事了 我一行人便去中州 会会那个万镇宗 这上南沿染风锐的毛子 谷主张了张口 目露欠酒 南沿染知道谷主想说什么 摇了摇头 谷主万不可绝地 亏欠或麻烦我 除非不拿我当自己人 谷的万镇宗 也极有可能与我南国出事有关 我就更加不能置身事外了 然然 你可是万毒谷独军 你若不是自己人 还有谁是呀 就是 再过几日 谷主便能大好了 南沿染将一支药瓶 放在了床头柜上 死为破账单 借使谷主扶之 可晋级灵皇 至于为何要等身体大好后进击 自然是因为要度雷劫 需保持最好的状态 谷主惊了一下 不有感叹 然然 你怕不是药王或药王传人九地转世 药王及其传人九地所处的时代 是丹道文明的顶峰期 染丫头这俨然有 能重振丹道文明的逆天资质 啊这 谷主啊 你还挺会猜 南沿染摸了摸鼻尖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谷主 我就不打扰你和四瑶祖孙相聚了 不等谷主和水四瑶说什么 他便一流烟闪人 阿妖 然然方才那话 外公 你歪打正着 猜对了 水四瑶大致说了一下 一行人在天鹰帝国时的经历 谷主震撼无言 良久 他反应过来 然然的外祖父也在谷中 阿妖 你先离开 外公收拾妥当 后就去贵客 外公身体好了七成 不用再卧床休养了 那好吧 接下来的几天 谷主除了去墓园祭奠侍者 鼓舞活下来的弟子 其余时候都在与凤君论道 南燕燃则将离尘剑法第一式 一剑破尘埃 彻底融会贯通 这一式主要是锻炼剑修出剑的速度 堪称快剑之最 这一日 雷云弥漫在万毒谷上空 谷主凌空而立 承受天雷催提 整座白地城 我一直震动 万毒谷出事的消息瞒不住 那一夜的战斗动静实在太大 所有人都知道万毒谷损伤惨重 身为谷主 更是直面最强的火力 他是状况 糟糕透顶 没想到 人不仅好好的 竟还要进击了 你无人哪 玄机格格主 请寺院望着雷云弥漫的方向 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拳 若玄冥死在天雷下 他心中蠢蠢欲动 然而 事与愿违 那人终是挺过九刀天雷 跨过了许多人 包括他 这辈子都可能无法跨过的那一步 晋级 一阶灵皇 清思源彻底死心 再也生不出 不该有的心思 雷云散去 一阶灵皇的灵力波动 在万毒谷震荡开来 所有弟子心潮澎湃 恭喜古城城皇 上面的人势头强劲 底下的人自然也更有憧憬 笼罩在众人心头的阴霾渐渐消散 万毒谷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一日 南燕染 凤军一行人 私别谷主 降临南国 水四要对谷主险些殒命 人鱼后怕 留下来陪伴他 带去中州时 再与大家会合 南国的大臣们 十日未上朝 心头不免有些发慌 南燕染的再度归来 让百官心中一定 百官可不敢说他一见女流之辈 不配代为执政之类的话 他们心里门清 没有五公主 就没有现在的南国 有凤军的指点 南燕染处理起各项政务 也算是得心应手 南燕染怀疑 自家外祖父如此熟忍 这些五花八门的朝政知识 该不是经常帮外祖母 批折子 批出来的经验吧 除此之外 南燕染一派人暗中在云州 地毯式的搜寻南文天和秋云 能跨州传送的传送法宝 还是不多的 他觉得两人在云州的可能性大点 每隔一个时辰 南燕染都会用传讯时 联系一遍南文天 希望能听到熟悉的声音 自另一头传来 与此同时 室外桃源般的山谷内 白胡子老头顺应天意 救下的一男一女 伤势大号 行转过来 若南燕染在此 定能认出 这一男一女 正是他父皇南文天 与秋云 老头就跟计算器一样 精准地算到两人醒来的时间 在他们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 出现在安置他们的木屋中 他解下腰间的酒葫芦 仰头饮了两口 而后笑眯眯地道 行了 闻言 思维上凝滞的南文天和秋云 煞时面露警惕 两人打亮着眼前 慈眉善目的老头 只觉得深不可测 一起意识停摆前的事 南文天眸光微动 开口道 是您救了我们 当时千军一发之际 秋云启动了传送轴 之后的事他就不知道了 而他此刻身上并无伤 灵力充沛 想也知道 昏死过去的他和秋云 被传送轴随即传送到了此地之后 再被这位老人家给救了 老头大马精刀地在椅子上坐下 中气十足 无措 南文天立刻下塌 朝老头深深屹立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不知在下该如何报答前辈的救命之恩 只要在下能做到 且不违背道义 在下定当竭尽权力 满足前辈 秋云自另一张踏上起身 同样朝老头深深屹一 前辈 我依然 好 老夫就喜欢你们这种爽快的人 老夫想要的报答很简单 你们俩在这儿为老夫洗衣做饭 照看灵田 期满一年 便算报了恩 从此与老夫两步相欠 闻言 南文天和秋云相视一眼 神色有些为难 这个要求倒不过分 但是 怎么 不愿意 哦 那前辈 非是我们不愿 只是我们 非截然一身的散修 尚有许多事 等着我们去处理 实在无法长时间 在一处停留 前辈可否换个要求呢 老头微微拧眉 想了想 摇头 老夫只有这一个需求 除此之外 啥也不缺 南文天的目光 在陈设简单的屋内扫过 心中微叹 自己这个恩人 应该是为寂寞的 孤寡老人吧 需要人陪伴 前辈 要不您跟在下一道回去 在下会安排专人 负责您的饮食起居 老夫不会离开这里 因为 老头声音顿住 皱起眉头 因为什么来着 老人念旧 南文天理解 那在下安排人来此照料您 你们俩的意外闯入 已经够了 老夫绝不允许 再有人踏足这篇 独属于我家 声音再次卡壳 这让老头有些烦躁 哎呀 我这到底是什么毛病啊 气氛陷入僵持 这时 南文天察觉到 空间指环里的传讯石 有了动静 那灵力气息 是他家燃宝的 南文天精神一振 立即拿出传讯石接通 燃宝 你 少女焦急的声音轰炸而来 父皇 你在哪 你和出银口还安好 父皇没事 燃宝你别担心 少公主 我与国君很好 平安无事 那就好 你们在哪 我马上去找你们 燃宝 你稍等一下 父皇问问 南文天看向朕 翘着二郎腿 取酒毒啄的老头 前辈 不知此处是 他忽然想到 这位恩人方才说 不允许有人踏足这里 心中一沉 不曾想 老头却主动告知 世外天 他捋着胡须 眼中光芒大声 笑道 那女娃娃的声音很好听 老夫很喜欢 老夫可以送你们俩离开此处 换那女娃娃过来 照顾老夫就行 南文天和秋云 当场呆住 让南嫣染来换他们俩 这位老头子 真是想一出试一出啊 另一头的南嫣染 一听到了老头的话 心没来有的漏跳了一拍 对方中的喜悦 完全不加掩饰 他是真的喜欢她的声音 一旁的皮皮 抓了抓后脑勺 那老头的声音 咋这么耳熟啊 下一瞬 皮皮猛地跳了起来 没忍住抱了句粗口 卧槽 是外天 我没听错吧 那老头 方才试着不说吗 皮修大人激动的显现 没有维持住人形 这边老头听到了皮皮的声音 白眉一挑 心中下意识地 生出了几分嫌弃来 这小子性子 怎么还是乍乍乎乎的 哎 等等 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 老头眸光变得晦暗不明 这小子 哪个小子 南嫣染看了眼皮皮 暂且压下心中疑惑 先搞清楚父皇和秋云的处境再说 父皇 那位老爷子是 你们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然保 是这样的 南文天将事情解数了一下 知道父皇和秋云身上的伤势大好 南嫣染彻底放下心来 他有些哭笑不得 直接救了父皇二人的老头 是个老顽童 一股无奈感在心底滋生 不知为何 对于老头的要求 南嫣染不仅没有半分不愿 反倒有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纵容宠溺 父皇 请转告那位前辈 我答应他 不知是外天地处何方 外天 南文天和秋云一听 顿时急了 人不 少公主 两人后悔不点 早知道方才就答应前辈了 省得他忽然转换目标 老头文言满意极了 大笑一声 好 小女娃 老夫很期待见到你 世外天在 老头心中咯噔一下 哎呀 坏了 我只知道这片美如仙境之地 名为世外天 具体方位 我也是两眼一摸下呀 如何出去 他倒是晓得 但他不曾出去过 他出去之后 就再也回不来这里了 老头急得来回踱步 要怎么指引小女娃来到这里呢 南嫣染真认真地听着 突然没了声音 不由诧异 前辈 皮皮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吸了吸气 尊主 我知道世外天在哪 他拿过南嫣染手上的传讯石 吼道 妖王老爷子 是您吗 南嫣染心中一震 妖王 他前世的义父 那头陷入沉思的老头 明显被皮皮那一声吼 吓了一跳 没好气的 你小子鬼叫啥呢 什么妖王不妖王的 老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妖王老爷子 你在闹哪样哟 咋连自个儿的身份都不承认啊 若先前只是觉得耳熟的话 那么现在皮皮百分百笃定 对方就是妖王 他还不至于连妖王老人家的声音都忘了 而且对方又在世外天 身份简直是呼之欲出 你小子想跟老夫攀关系 也不用给老夫胡走一个名头吧 千年未见 您忘了我不要紧 该不会连您的宝贝一女都忘了吧 宝贝一女 老头一字一顿 声音茫然 突如其来的插曲 令南文天和秋云简直搞不会了 南嫣染心念转动 想到一个可能 对皮皮的 皮皮 你不是在见到我之前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老爷子会不会跟你一样 他相信皮皮 既然他说那老爷子是药王 定然不会有假 啊 对 我怎么忘了这茬了 若非忘却一切 他老人家怎么可能放上药王殿没落呢 尊主 室外天是你长大的地方 是我们睁开眼 有记忆以来身处的第一个地方 那你肯定知道怎么去到那里吧 南嫣染语气掏出了几分急切 室外天 听起来怎么像小世界秘境 皮皮汗手 这是自然 尊主 我们是该回家看看了 回家 南嫣染 嘻喃着这两个字 不觉晚耳 前世的义父 救了他今生的父皇 我